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拼这经济不满 七成八的民众对政府处理物价上涨没有信心 那包括台湾智库所做的民调 已经有五成以上的人不满意陈冲的表现 六成以上的民众希望内阁改组 七成以上的民众对于财经内阁不满意 还包括这几天所有国民党的委员 他们自己点名的有几个 包括主记长 经济部 经建会 劳委会 陆委会 国防部 外交部 文化部等等 我们希望找理由的内阁应该要改组 我们希望找到可以找方法解决国家 解决人民 解决经济的问题的一个崭新的内阁 出来为我们大家解决大家的痛苦 国民党的委员也知道内阁很糟糕 可是为什么所谓党纪一挥 礼拜六的投票希望说国民党的委员能够了解大事大悲 不要媚于一党一己之私 而去做所谓的含在一头支持票 在星期六的投票 我们希望那些在媒体上支持首长应该要下台 支持让台湾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国民党委员 我想民意是最终的依规 如果一昧的在媒体放话 但是投票能来支持一个无能的内阁 我相信选民会认清楚 到底国民党这些委员是完真的 还是玩假的